不一样的红霸 雷良慧开慈善水墨画展 说起雷良慧 相信大家都会将她和红豆挂钩 连《风云5D》音乐剧 都找她饰演红霸可想而止 不过原来面爆的雷良慧 粗中又幼 近年她爱上了画中国传统的水墨画 非常有水准 连外国人都邀请她去欧洲开个人画展 不过雷良慧就说明 希望她自己的作品可以慈善拍卖 有粗豪的外表 有细物的心思 还有一伙慈善的心 真是要拉爆她 画了什么画 画了很久 画了几年 今年刚刚是鸡年初 我画了很多鸡 东周刊出的鸡 很多人看过 其实我作品有很多 因为我有拍戏 又要做其他东西 所以我现在这几年 我画了大概是二十二三十到三十年度 會不會香港搞啊? 香港可能年尾 香港反而沒那麼快 歐洲會快些 可能落完去意大利再落英國